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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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一大早就開始談一點什麼美國基本精神 這個是好的話題吧 嗯 我們要從哪裡切入 其實我們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我們在這個論述中 我們有這個不爭的事實 就是台灣要列為美國的佔領地 我們就是有這個事實 所以就像昨天晚上有幾個人在談說 那為什麼沒有更多的美國人在研究這個話題 所以 從這裡你就 了解到 這個 這個 軍事方面的這個學問還有法理 跟這個一般平民 一般老百姓的這個法理 一般老百姓的這個法理 這個中間有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智庫基金會 學者 包括這個 退休的官员 包括美国赛台协会 AIT 国务院 退休的这些 应该很懂的这些官员 他们对这一部分的学问 我们所发展出来的这一部分的法理 可以说他完全不了解 他也不去研究 为什么 这个 我昨天当然我想到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不是说很理想 但是一个答案就是说 他们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他已经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学术 他已经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学术 然后这个美国 模糊政策 他已经从各个角度去谈 这个是符合美国的什么利益 这是符合世界的利益 台湾人是什么一个处境 这样这样这样 那我们呢 我们几段文字 把这个整个结构解释 清清楚楚已经没有什么模糊了 那如果我们这一套理论可以成立的话 他是不是三十年的这个水数 马上都归零 所以你想想看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以前美国有个女性 她写一本书 早年我妈妈寄那本书给我 在美国很轰动 说好像他们翻译上中文叫做什么 内在革命还是什么 她在谈女圈运动 她在谈女圈运动 那我妈妈已经过世15年 所以那个 以前是有一段时间 她那本书里面 就谈到 就谈到那个女性被 在社会上被压迫 让我没有能够发挥 她的她的才华 从历史上各方面 那她有一段 在那个书里面 她有一段就是 好像也有谈那个黑人的运动 那在一百多年前 甚至于说 有很多水子 我们都忘记这件事 今天的人都忘记这件事 在一百年前 就有一些水子 她就是用那个 测量那个头脑 测量那个脑袋瓜 有多大什么那些 他们有整套理论 非常详细 就说 黑人的头脑 因为他的构造 他本身是低贱的 他们有整套理论 今天 这个学问在哪里 今天我们觉得 非常荒唐 这样的理论 人类就是人类 没有 没有 因为 头脑大小什么 所以注定 某一些人是 高等的 某些人是低等的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 那个水树都很发达 所以 我就想到 我们是面对同一个情形 在 报章杂志 还有那个水树刊物 他们都在提倡 美国政策 怎么样 他们都在提出这些 我们这个理论 这么简单 一页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 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 所以他 目前他不去碰 目前他不去碰这些 所以 前几天 我们都跟那个 美国那个律师事务所在 一个会议电话 我们跟他讲说 基本上 这个台湾这个中华美国选举 是 不是有一点违法 他是全盘违法 我们就跟他们解释这个东西 因为 你 你这个美国 也是要 你要拿你那个基本精神出来 对不对 你要认清楚台湾是什么一个情形 比较好的是 比五年前 有一些律师至少愿意跟我们谈这个事情 我们五年前 那个林博士第一次要起诉 我那个律师就觉得好奇怪 什么台湾 什么这些 什么违法 什么他们 他们都听进去 后来开始研究以后 他才发觉我们讲的是对的 现在 态度其实改善很多 但是怎么样证明 所以 至少 他们有这个 美国基本的一些精神就是要看到 正义嘛 正确的做法 合情合理 合法 在台湾是情理法 美国是法理情 先谈法 对不对 法才站得住 再谈别的 所以 举例来讲台湾 你交踏车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驶 被卡车撞了 大概台湾人认为 哦 卡车不对 在美国不会有人认为卡车不对 卡车是按照法理 他在行驶高速公路 在那个正确的速度里面 你交踏车是百分之百违法 你负全责 法理情 OK 所以 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个基本精神 那我们回到我们选举的问题 就跟他们讲 哪有一个中华民国选举在这里 请问台湾什么时候纳入中华民国 啊 美国有美国文件吗 美国 美国 国务院出版 每一年出版一本书 叫做有效条约 有效条约 Treaties in Force 每一年就出版这本书 每一年就更新 你翻开看看 究竟三合约 仍然有效吗 当然仍然有效 今天还有效吗 对 还有效 美国墨西哥战争 1848年 160年前 签的和平条约 仍然有效吗 当然仍然有效 美国跟英国革命 那个时候 美国跟英国 那个和约什么时候生效 大概是一千年 1784年 元月十四 所以 1784年 现在 230年 那个条约今天还有效吗 仍然有效 如果没有效 美国 已经输于英国了 对不对 那个条约仍然有效 这些条约仍然有效 那这些 这些都是有效的 那里面那本书有 有讲一句话说 美国政府 对中华民国的认知是 非政府 非国家 那个写得很清楚 这个已经写了百分之百清楚 所以 我们跟那个律师事务所说 他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 他凭什么在这里办选举 嗯 他 他就必须审视这个问题 OK but 审视这个问题以后 你怎么样去起诉 才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叫我们先收集一些 点点滴滴有关这个选举的这个 不正规的一些情形嘛 就先点点滴滴的这个 所以 我这几天就开始跟学员 还有 我们工作人员就开始谈这个问题 我们就发现 我觉得连那个 海外华侨 不助他们回来投票 我就觉得这个 其实在民主国家 不应该有的行为 我 间接的汇旋嘛 对不对 而且 你明明知道那个主外办事处 他对每一个人他 他有档案 他一定有记录嘛 所以你这个人是不是到处在唱什么台语歌 他很清楚 他有做记录 就像 摆设 摆设恐怖的时候 他每一个人都有记录 要不然他凭什么给你写入黑名单嘛 他知道你这个人在搞什么 他随时在收集情报嘛 所以你台独来 要参加回国 挑选他可能说我们位置不够 因为他要讲那个投国民党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行为也不是一个公开公正的一个选举应该有的一种表现 那我们还有 还有人说到很多会选的 我想每个人听都没听过 就是说 我要马英九赢的 所以我就 我就出来做庄 我跟大家说 马英九会输了 所以 你如果赌马英九 你赌500块 我赔你1000块 如果他赢的话 那这样下去所有的人就去赌 所有的人都去投马英九 我用地下钱庄 地下赌场 地下赌场 来促使这个选举 你说这个台湾有这种行为 到处都有 你说美国选总统有这种行为 听都没听过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常民主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那他可以玩这个游戏是因为他的党产太庞大吗 他无所谓啊 他有太多钱了 所以他用那个钱来压死人这样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协出来 然后提供给那个律师 他说有必要是他们会 那边紧急开庭 来说这个事情 如果这样可以成功的话 因为 我们有五个月 从元月选举到要认选有五个月 这段时间就宣布那个选举无效 不规矩不规矩太多问题啊 无效 那就结束了 对不对 这个是表面上的问题 更深的问题是 我们先用这个表面的问题说 这个要好好研究 但是更深的问题是 中国民国没有法律依据在这里耶 这个是更深的问题 律师说我们先从上面的问题 先引起法官的注意 然后再 我们再翻开更深的问题说 连你自己的宪法第四条 什么时候把台湾兵入 你没有啊 对啊 那没有 就没有ROC选举 如果人家要登记为 台湾总统 应该他有资格在这里 登记为我要选台湾总统 但是你ROC不同意 你ROC凭什么 你凭什么不同意 而且你名称应该是台湾当局 不是中华民国啊 没有中华民国 台湾当局 你这个选举 整个名称 整个做法是错的 我们这个可以讲 但是前面要讲一些 点点滴滴的这个 我想这个也很多耶 大家如果有什么点子 当然可以讲给我听 我们都把它收集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配合美国的这个 这个基本精神 他们要看的选举是公开公正 那个律师说最近那个国务卿 就随便在演讲里面 有提到什么 俄罗斯最近选举好像 有一些不公正的嘛 哇 苏联那边都爆炸了 一万多个人都有行抗议嘛 所以他说只要你把这个话题 调出来 然后那个国务院讲一两句话 他说哦 那个影响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 我们当然是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喜欢 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一个选举 所以 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当然就 努力配合 还好 比 比五年前 比五年前好很多 五年前 哇 大部分律师师傅说 都不要谈这个问题 都不要谈台湾的 他就觉得 台湾在发护照啊 台湾有 人民有身份证啊 有 在美国有出境啊 这些有什么问题嘛 我们就说问题大了 所以 你越 援救台湾问题 你越了解 为什么那个立委在那里 打 打拳击嘛 对不对 将来 这个立委 在任选说 是不是要先学一段全集嘛 对不对 才能那个 保护自己 因为他们在那里随时打架嘛 啊为什么他打架 啊理由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情形 是不公开 不公正 不客观 是太偏了那个 那另一个问题是 人家跟我说的 但我这个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 但是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一个课题 就是 人家有跟我谈说 其实民进党 它里面的人 你不要看 你说 他是为台湾而拼的 实际上 民进党的人 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 都跟中国有很深的关系啊 他说你去查查看 好像有人查过了 然后他发表过了 然后不准他们发表 你去查多少那个民进党 他儿女在中国读 读什么学校 他先生 他配偶在中国有投资什么 他什么什么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很多很多 因为 那个中国的政府还有各省 他很会 引真传现嘛 他们这些人不断的拉过去 然后跟他们沟通 多年来他们就开始 哦那你儿女可以在这里读书 我给你一点奖学金 哦 这里有生意可以做 哦这里有什么 哦三五年下来 他们已经有各种关系 他就是要跟你拉过去嘛 所以你说这些民进党 怕为台湾而拼吗 你搞错了 如果他们要为台湾而拼 先 把他们跟中国的关系 应该公开的 他有公开吗 他什么时候公开 对不对 好像 有人讲过了某某跟中国什么关系 某某跟中国 那个民进党都很生气 就派人说你 派人跟他讲说你不准讲 你看他的心里有多么 多么黑啊 所以这些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你要想清楚 就像我们这几天林博士在讲的 他民进党已经变成小国民党了 对不对 他就是一样了 就像蔡英文说是吗 呃 合而不同 同而不合 那 口号可以解决问题吗 口号 耍嘴皮耶 这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问题是能不能为台湾的这个 寻求一个 一个 比较好的一条路 而且 现在 越来越多报纸 包括那个英国的什么 广播网什么 他们网路都有那个文章是 中国 中国就是那个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 种种问题 他 他迟早会 往内垮台 他的那个 国内的 债权问题很严重 他的事业问题很严重 他的工需关系失调 什么这些 他变成一个大黑洞 那我们 我们 当然不要被这个大黑洞吸进去 我们要脱离那个关系 我们要用那个台湾海峡 要隔开这个问题 所以 一定不要跟他们发生 什么密切的那个关系 我们还是做一个 独立关税区跟他分开的 如果放美国一些基地在这里 教理说我们可以 美国的海军基地啊 空军基地 我都放在这里 这样他就不会 看到我们所想侵略或什么 大概将来他的内部问题都已经很严重 所以 他处理那个都来不及了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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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国家一样 那个泰国现在不是 国内问题也非常严重 所以 我们 想到 比较可以保护台湾的事 我们一定要跟他有某一个程度的隔离 你说我 我喜欢他的文化 我喜欢去看他的建设 这些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些也没有人在限制你 对不对 如果你要去高棉 你要去廖国去 去研究历史 研究文化 那 自由的嘛 你可以去啊 但是并不表示你要跟这个国家 称为议题嘛 这样就 这样就不合理 因为他们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都不一样 他们整个想法经过那个文化大革命 他们彼此之间 也 其实 就像我太太讲的 我太太是台中县的 她说台湾之间 台湾人之间还有一些 有一些 但是那个 中国人之间 其实 他 他也很 很狠 他 他有时候你去那 我太太每次去旅行回来 都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 如果去那个中国 他回来都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 彼此 彼此 讲 他怎么 你观光客 那天 我跟我太太去按摩 在台北去按摩 结果有一个小姐是那个 是那个中国小姐 中国大陆小姐 他在抱怨什么 他爸爸妈妈来台湾彼此 被台湾的这个观光团被宰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带他们去一些店 有没有 然后就等在那里 要他们买东西 这个后来 因为他在这里 所以后来 通信或是通email才了解 他们买的东西比较贵一点 台湾的那些 这些礼品或是台湾的名产 台湾的什么东西 然后又带他们去看那个观光点 也不是最好看的 他们要去几个地方 好像没有机会去 这样这样 再保怨一大堆 后来他们回去 他觉得台湾不怎么样 我太太跟他讲说 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去中国 还不是同一个经验 都一样 所以他们对待观光客 都是一样的 然后一直杀架 旅游团就一直杀架 杀架就品质下降 然后那个观光团 他就要带你去购买东西 因为这个是他有回扣 他才有带这个团的利润 对不对 恶心竞争 后来品质很差了 所以这个客人回去就抱怨 那个小姐在台湾他不知道 其实台湾观光客去中国 还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太太就去那个什么昆明 去年吧 昆明那一带就叫做什么三个里拉 那个平原高平原上 他说他们一到了机场 马上带他们到这个商店 这个商店是卖什么 氧气 他在卖氧气 他有各种氧气 他说你在这里海拔比较高 你随时可能昏倒 你随时如果昏倒的话 你没办法送到医院 我打个叉 台湾有个女孩子不是有个歌星吗 她在中国被捉伤了吗 那个活嘛被捉伤 那个小姐在那个唱歌团 她姓任嘛 她姓任 她爸爸 我在电视台有碰过她爸爸 你知道她从 少商以后到医院 在中国从少商以后到医院 你知道多少时间吗 多少时间她在进入那个医院 然后那个医生开始看 你知道多少时间吗 五个小时 你能想象吗 台湾你在 比较偏僻的地方 张化乡下 有可能要五个小时才到一个 医院的急诊室吗 不可能 那边中国你知道 你那个 你那个 急救车在马路上 她们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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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管你 不理你 所以那个你要开到医院很困难 等到她开到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大了 好那我太太 回到我这个太太的这个 去桑格里拉的这个 她们就带她们去买洋气 你这样如果混到 没有办法 紧急送医院 你要冒这个钱吗 所以你这个 你这一桶要带 每一个人 只好我们台湾来 海拔比较低 那不买不行 所以她每一个都 都买 这个我就进城了 然后后来住那个大分店 然后 她有一次说 有一点空挡时间 可以逛街 所以我太太都去逛街 逛街逛到一个 什么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 他这么一大个东西 放在他的皮包 好像有凸出来 有没有 前后有凸出来 结果那个警卫 他说是在看他 警卫在看他 警卫在看他 他在里面转子去 那个警卫在那里 在看他 最后好像 他在某一个地方说 那个警卫就说 请问你那个 皮包里面什么东西 他说 就这个 他就拿出来 结果 那个百货公司的警卫就说 那什么东西啊 他说氧气桶啊 他说你买氧气桶要干什么 他很奇怪 你这里海拔不是比较高吗 没有氧气桶完 你昏倒 他说没有人这样子啊 我们都没有啊 他说那你这里街上 不是有卖氧气桶 那个警卫说 没有 没有任何一家在卖氧气桶 所以你看 都是他们一下飞机都被载了 你知道吗 你看 就随时给你载 然后你 你问当地人 他都不知道 你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花多少钱 买这个东西 他们都觉得很意外 所以 我们一定要想出一套 那个观光 中国观光客来台湾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 哦台湾怎么样 你非买这个不可 其实里面是空的 你随便要呼吸 因为台湾海拔比较低 来是哪里 四川 哦四川搞 你这个 你要有这个低氧气 你要买一个 35块 50块 欸我们可以赚很多钱 我们上面写TCG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他就回来跟我讲一大堆 我说还好我没去 因为如果我去 你作为男人 你能说 他讲这样 恐吓的话 你能说你不给太太买吗 这个 你不买吗 你能说不买吗 你买了以后 太太发觉是这样的情形 你看都是你啊 女性一定会这样 哦都是你 都是你男人 浪费这个钱 这真的是很窝囊 做男人有时候真的很窝囊 我们养女婿特别是这样 对不对 所有的决定 我们做什么决定 我们的亲戚 哦都是你那个烂亲戚 对不对 如果你说到他 他妹妹他的姐姐给你道歉 哦你还敢嫁我家人 对不对 就给你一个巴掌 所以 这个我们真的是很难受 这个 养女婿这个不好做 这个角色不好做 所以 就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 美国 美国 美国在 在处理这个 台湾问题 有很多人都提出来说 这个 美国的什么 模糊政策 是保护到台湾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论调 美国有一个 有个智库 也有这个 姓 Bush 他好像以前是 台湾的一个 在台协会的什么主管 他也常常讲 这个模糊政策 对台湾友好 有什么好处 我在想 这些人是不是活在一种象牙塔里面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 我们并不感觉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反而 反而每一个人 他要知道 他是谁 每一个人要知道说 我是谁 我的权利 我的义务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要做DNA的验证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十月底也去日本一次 为了先联络我们十二月底要去日本的情形 所以我们去日本 在那个飞机上 我就看到有一个新的影片 是那个 什么猴子 星星 有新的那个星星影片 那那个里面也有同样的情形 他在美国的研究机关 他在美国的研究机关 他们在做星星的试验 他试验什么 他有一种新的药物 一打下去 人家那个头脑 那个细胞 就会活化 因为很多人有老年痴呆症 所以他在说 这个药物如果发气 可以解决老年痴呆症 哇 那这个市场太大了 他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他给那个星星 诶 星星的那个试验好像也不错 然后遗传 会传到下一代 因为那个星星就变得很聪明 非常聪明 所以 后来 后来 就 跟我们 台湾民政府差不多 那个星星一旦 得了智慧 就开始革命 有没有在那个研究中心 就开始革命啊 放我们走啊 什么那些啊 所以他就说 这样不行不听话 所以全部要灭掉 全部都灭掉 这个这个试验失败 全部灭掉 所以全部灭掉了 就剩一只小baby 小baby就 交给那个研究人员 就说 好 最后一只给你 那我要怎么办 你就把他杀掉嘛 啊他就跑了 他一看 这么可爱啊 好可爱 咩咩咩咩 你说怎么把他杀掉 他说你给他打个针 他不可能 他就带回家 他就给他养 这样 哦养 他很聪明 他还教他手语 他教他手语 每天在那里 哦这样讲 不过 越大越有问题 他在 后来 他大以后 他搞这个手语 他在问说 问什么 Who am I 我是谁啊 就是他已经感觉到 不对嘛 你爸爸妈妈长得这样子 欸很奇怪 连没有毛欸 啊我全身都是毛欸 欸你说你是我爸爸 这个有我到底 Who am I 嘛 对不对 我看你的邻居 也不像我这样子 哦在外面我们要爬树什么 这些邻居都很迟钝欸 因为一般人爬树都很迟钝嘛 他一 就爬上去哦 在那里玩了 所以Who am I 啊你说 他说你是我儿子 嘖好像不对欸 啊所以后来 问题就来了 就好像说 呃 有人家什么 那个他的爸爸嘛 有人家有一天譬如说 在外面在跟他爸爸吵架 在欺负他的爸爸 啊这样他就火大了 啊那不要看那个小 小星星 他的力量很惊人 他这样一圈你会飞走 我告诉你 他们很可怕 他不是光这一圈 他先跑到树上 二十公尺再下来 哇你肋骨都会断 所以这样就被警察逮捕 而带走 再这样 他的本能就是保护他的主群嘛 他的本能就是这样 所以到了监狱也是一样 到了那个动物的监狱 一样 Who am I 然后又发挥他的 台湾民政府精神 嗯搞个革命啊 对不对 他又要搞革命啊 每天真的 啊呀呀呀呀呀呀 直到人家给他们那个食物什么 他就随便拉你的手 你你就昏倒 然后拿你要是什么 他都反正他们 所有的行星从那里逃亡 然后就跑九金山大桥啊 什么什么就 就往那个对岸的森林都跑去 所以我看到 我看到那个电影 我在想 也是他的 也是他的民主自觉权 对不对 你说他的地位 就是模糊不清的 他的地位不确定 对不对 而是他作为一个试验品 是不是台湾人有时候感觉 我们是个国际政治的什么试验品 我们不要做试验品 我们要做货真价实的台湾人 对不对 我们要火出我们自己的精神来 而不是整个被困住说 你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看这个电影 我也有感觉 这个真的也跟我们有一点关系 所以 而且 不满于现状 他就是要清楚对不对 他就是要清楚 他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后来 一大批行星都跑回森林去 OK 这个是我们的地盘 这个是我们应该住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可以生存 让我们可以繁殖 让我们一代一代这样生活下去 让我们有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 这样 他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要的也是一样 那就是随着就是说 台湾模糊地位 保护台湾人民的权利 我想 把这个人 摩西哥 摩西哥有这种手续 摩西哥他 他这个 你到那边 犯了他的规 他说明天送你奖状 他送你奖状 好欢迎欢迎 这里有人拍手 欢迎欢迎 给你带到前面 好我要送你奖状 你看后面那个墙壁都是子弹 都是子弹壳 都是子弹打通那个墙壁 你送我什么奖状 等一下这些人就举起 举起他的枪啊 他送你的奖状就是子弹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学者 我们也可以给他同一个模式 什么模糊 保护到我们的权利 No 没有啊 清楚才 保护到我们的权利 对不对 清楚 清楚的情形才有保护 所以 到底 台湾问题是来自哪里 台湾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弄清楚 看整个感觉 所以 我们这样过来 我们就 你先 找到这个乱缘在哪里 然后 一条一条的 把它整理过来的 所以 我们前面讲的说 那个平民水子 他 他所研究的这个法律 就是一些平时的 平时的法律 那战争的那是完全另外 他没有去碰 他没有去碰 所以 这两个中间 你要他去讲清楚 国民党来 这里是什么一个情形 最多最多 他就讲到 喔 占领 他可以将这两个字出来 占领 military occupation 但是接下来他就不知道了 实际上 这个是 这个是有问题 因为 国民党是占领 没错 但是 国民党不是占领全国 你对占领法 不了解 你觉得说 他来占领 那马上你又变成说 喔 然后后来 会组建 演变成一个国家 但是 这样 你对占领不了解 谁 谁有全力占领 谁有义务占领 是占领者 占领者是谁啊 不是随便他要做 他就做 占领者是征服者 但是 国民党有政府台湾 没有 他一个飞机 一个船 一连军队 都什么都没有 是美国政府台湾 美国才有 全力义务去占领台湾 国民党 这个 共和美国只是代理而已啊 那他们不可能 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因为他不知道 占领的本质是什么 他 他不了解这个本质是什么 这个要看很多 美国大法官的那个判决书 他要看很多那个 他没有看 所以 他永远搞不清楚 然后 你跟他讲 他也不要听 这个问题 我们试着跟有的这些人 通email啊什么 试着很多年 真的 差不多放弃 因为他们听不进去嘛 对不对 他们最后就是说 反正 未来 会有一些很有智慧的人 才能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说 有 我们已经提出了 这个他们听不出来 就像我 我想到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在一个很大的非照公司 他派我们在各个地方去 组织那个发样品 对我们每个地区去发样品 爱家爱户的 有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顾员 帮我 我有请到一个人帮我发样品 他也是学学的 他有一点头脑 他就跟我讲他说 基督教他说耶稣基督会再来 对不对 他说 那 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最大的挑战是 他必须说服大家 他是 耶稣基督再来 他必须说服大家说 我就是 我说奇怪 我们基督徒一般都认为说 他来了我们就知道了 他就是 他说 你这个违反历史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一直说 我就是 大家朋友 第一次大家都不承认 都否认了 到了最后 13个人勉强相信 后来有一个 出卖他们 13个 世界上有多少人口耶 所以他说 你最大的挑战就是 要告诉人家 要怎么说服人家 你是这个人 很多人会不相信 所以 这个道理用在 我们任何运动的推行 或是那些 美国水者说 台湾 两岸问题 需要很有智慧的人 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祝福他们 我们据说说 已经提出了 Hello Hello 这里民政府已经有答案了 他说你这个怎么可能 对不对 他 他眼睛 他不愿意看到 他不愿意承认 他认为那个很智慧的人 好像 带着一个光圈走来走去 对不对 好像有带着光圈 所以你一看到 哦 这个光 就 就把你吓到了 然后那个人就知道是什么特殊 但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 我们这些 民政府的这些人就是 手上已经拿着答案 他不愿意看到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头痛的地方 我们还不是美国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 他们也跟美国官员 还有 有一些智库的随着 还有这个基金会 也开会啊 他们也 他们也 听不进去 可以这么说 他们也听不进去 所以 可见 一般人认为 美国人会认为说 有真理就很好推广 但是我们知道 真理的推广还是有很多挑战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 民政府所 碰到的议题 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啊 但是在推广这个还是有 还是有很多挑战 我们只能说慢慢 慢慢走 所以这次 我们十月底有两个比较大的 一个突破点 第一是我们要带团去日本人 在日本 做一些活动 跟 日本的关系 看怎么样拉近嘛 那另外呢 我们 大概 十二月三十一号 会发身份证嘛 对不对 身份证大概已经来了 在 在 在这个 在台协会里面 会领出来 然后发 然后再进一步 跟 美国沟通 我们拿这个身份证 去美国的话 有什么样的 优惠 什么 那这样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我们可以 扩大我们的影响权 或许有一些 媒体会 做一个正面访问 前一个礼拜有那个 TVBS都有负面访问 对不对 他在讲 民政府是 加骗集团 他忘记说 中和民国是 加骗集团 他忘记说这个 他只有说民政府是 我觉得他的报道 其实也 也蛮淡的 对不对 他拿那个护照 其实那个护照 不是民政府发的 他把很多不同的东西 控制一起 他说这个护照 那一般人不知道啊 什么种种啊 对不对 这个 等着瞧 等着瞧 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水落石出啊 我想到了 我们发身份证 如果 美国同意 我们这个可以 什么样的一个优惠 来进入 美国的那个 那我们就快大步了 这样如果 反正 哪一天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的论述 已经成功的推广到社会上 如果哪一天你来 来民政府这个大楼 要开会 要吃饭 你发现 门前的人数 已经排队到 桃园火车站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大概这个论述已经去去了 已经很多人了解 那你这个时候就知道 糟糕了 我现在就进不去 没办法吃饭 所以 这个是我们一步一步推的 我们有海外很多 在给我们 在给我们鼓励的 其实日本的支持职业很多 所以我们这次去日本 也有很多人 我们到那个深社 我们的统计是台湾有三万九千一百个什么英零在那边 啊为什么没有回来 就是因为那个 必定台湾还没有进入最后的情况 还没有定位嘛 还没有定位 所以我们要跟 我们要跟日本讲 就是台湾正确的情形 我太太也是留日的 她 一般老一辈的日本人 我们问她 说欸台湾怎么变成这样 她说也不知道欸 她说 你有把台湾给蒋介石吗 他们说没有欸 所以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也搞不清楚欸 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都对那个历史有所了解 我们 也没有给中华民国 怎么会被他们 所以 要谈窃取啊 其实是他们 他们在窃取 不是别人在窃取啊 他们本来在这里就是 1945年 10月25日 美国的那个 美国的那个 外交文件 他有编辑成手册嘛 那个外交文件都有写的很清楚 那个是军事弹领的开始 那到今天为止 我们有时候 我们在发信给这些 比如说自由时报啊 或是他的英文版台北时报 或是其他的报纸 我们都说 这个历史意义都很清楚 所以 我们建立他们就说 你为什么 你的报纸不能采取正确立场 就是说 不要再登 凡是影射 所谓光复节的那样子的论调或是说法 但是他们 他们都不这样做 他今天 可有几篇文章就是说 4月25号 就是管理移转的问题 就是一些管辖的问题 好像没有主权的问题 各两天他又是政府官员说 光复节以来 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说 如果你报纸采取正确的立场 那样的文章就跟官员说 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光复节不要谈这些 因为我们已经 譬如说我们报纸 聚集一批水者 国际法水者种种 还有参考美国英国 谁有资格讲这个话 你中华美国怎么会有资格 你有出一个兵打台湾吗 是美国打下台湾 美国说10月25号是什么意义 你看他的外交手册 军事占领的开始 那就已经over 论不到你做什么评论嘛 所以这个事实已经定了 不要再谈别了 你把这个论调跟报纸的编辑讲 每一个都傻眼 有没有 所以 这个真的很头痛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 对不对 你能想想看如果 如果你在美国跟他讲说 有人主张 因为这个 当初的 美国所谓的独立战争 有一些瑕疵 所以其实美国还属于英国 你跟他讲这个论调 你说报纸愿意登吗 他不愿意登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我们的立场是 是这样 美国已经完成所有的程序 实际上他也是完成所有的程序 他跟英国签一个条约 英国承认 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台湾没有完成任何程序 所以你不能主张 已经属于中华民国 哇 你跟台湾的编辑谈这个 每个人都傻眼 你说你做事情好奇怪 正确的你来做 不正确的你不要做 这个才是美国精神 这个也是目前 台湾很难跟他们沟通的观点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再继续吧 谢谢